农历三月封妈祖每一年几乎都会带动上百万的信众 跟着妈祖绕境 人潮也带动商机 有饭店推出了妈祖平安宴 食道美味的海鲜料理中式料理呢 让民众可以吃得安心又健康 把豆腐竹参新鲜虾仁及干贝放入锅里熬煮 大厨亲自示范海鲜羹 食材全来自云林当地沿海的新鲜鱼货 抢搭妈祖热潮 厨师特地把这道菜取名为珠光宝气 占光芒 大火快炒锅气十足 翠绿的西洋芹菜炒双鲜 同样有个吉祥的名字求之必应保平安 而严选口湖云民捕捞的鱼货 经过料理香气扑鼻美味上桌 鱼里先就是有靠山也有海 就是代表说让这些云民出海 能够一百公寸平平静静平平安安这样 农历正月到三月是宗教活动最高潮 一系列的妈祖平安宴 一共有十道各式海鲜中式料理 让全民跟着妈祖绕近时 还能品尝美食 无价无薄饼